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即将官宣新代言,即四大服饰品牌于一身,实现大满贯。 直奔主题,最近王一博即将成为太平鸟全球代言人的物料释出。看到后,不禁感慨一句,酷盖不愧是你啊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可谓是当下实现四大服饰类品牌大满贯的一位了,时尚潮流的风向标了。 首先,不得不说高涉品牌形象大使,Chanel给了王一博一个唯一,一个没去总部就认领的存在,王一博算是代费了小香风的热度。 这个资源的定位,超级符合王一博的个性化时尚审美,他成功把高涉带入了大众服饰搭配中,更让自己的风格越发凸显出来,酷盖当之无愧的时尚icon。 再次,就是潮流品牌,福神奥维索,不得不说,潮牌选择王一博,实属太符合了,超爱他家的定位水准,把王一博的潮库一面,呈现得淋漓尽致。 彰显了自我风格,更代费了一个联名款Palace,可谓是实现了双赢的一个局面,让王一博的潮,有种独树一帜的魅力。 再次,就是运动类的安踏,这个可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名造一时,国潮品牌的出彩,必然需要一个顶级的引领。 选择王一博,更是让国人情怀提高了一个级别。 安踏的运动风,应景了王一博的运动达人的个人形象,着重于运动类品牌。 安踏是国内乃至全球中的佼佼者,选择王一博无疑是让运动的魅力,得到了极大化的放大。 王一博的担当与爱国情怀,在棉花事件中,更坐实了正能量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形象。 安踏可谓是捡到了宝,强强联合,让品牌注入了强大活力。 最后,咱们就来看下休闲类的太平鸟,这个可是国牌中的一抹红,一直很有自己的风格特色。 他跟王一博的渊源颇深,在王一博初出茅庐之初,他们就有过很多的交集,从稚嫩到如今的成熟,都有他的身影穿插其中。 随着王一博的大祸,他算是养成戏中最大的受益者,随着国内品牌的崛起,他能够成功拿下王一博这个代言人,着实让人看好他的未来。 最近物料的放出,看来这波合作带来的响应,更是非常具有市场竞争力。 话说他一直不温不火,能否在官宣王一博后成功拿下休闲类的市场首席,值得观望一下。 回到王一博这里,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可谓是一齐绝尘,纵观当下的代言,这个半壁江山都被其承包了。 品牌代言给的title,诚意满满,并且纵观王一博的代言,实力强劲,且不说大品牌的选择,从服饰类,我们就不难看出,都是个顶格的行业巨头。 四大服饰类,高奢的是Nail,潮牌的Aviso,运动的安踏,休闲的太平鸟,王一博我们只能说,裤盖实力一路驰骋,难怪粉丝说,一直被带飞的骄傲。 总结一下,王一博不愧是你啊,开摩托的确实有点快。 你带给我们的力量,是一种身心愉悦的自在,比起快乐更有价值。